我們先要對這幾天所發生的一個孩子被內帶致死 而這些保姆是我們俄福簽約的保姆 產生的這件事情 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向受害的小男孩的家屬 以及全國的人民至上最高的歉意跟最生痛的哀悼 我想這樣子這個所有這個對這個過程質疑或等等 其實我們都非常感謝 我們都盡情感恩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所有的這個過程 我們一定會坦白的跟大家完全透明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在我董事長的立場來講 我是覺得所有會關心我們 會給我們批評的 我都非常感謝 因為他一定是個非常愛孩子的人 他才會不斷的希望說這種事怎麼可以發生 這種事怎麼可以發生 對不對 為什麼要為什麼不能事先阻止 我相信你們的心跟我們一樣 我們也是想說 為什麼這種事情要讓他發生 為什麼我們會事先阻止他呢 這是到底什麼原因呢 我們錯在哪裡呢 說實在的 我們社工人員雖然有一些說辭 但是對我來講 我認為我們兒福 既然人家孩子託給我們的簽約保母去照顧 有發生事情 我們就要負責 就是我們的錯啊 所以我們請社工 他就是要直接去面對司法 因為司法現在也對他的一些過程啊 一些流程啊等等 我們是認為說 你就是要直接勇敢的去面對